所以你要鼓励我 鼓励我自己本身 给我这个机会 你能够参加这个供修 然后来大家一起来 学习佛法呢 这个对我来讲是最大的鼓励 如果大家不来参加 我一个人讲 有没有什么好意思啊 对不对 你们大家在这边 我有这个机会 把我修学的这个跟大家分享 这个就是最大的供养 一切供养为大 法为大的 所以要记得 请法师 如果到家里 请而吃个饭 你要记得 你要请法师讲几句话 就算一句两句也没关系 就等于什么 在请法了 那功德无量啊 普行菩萨不是讲的吗 一切供养 什么样是最大的 法供养 就算这个法师 为你们讲一句阿弥陀佛 你也功德无量了 福报是怎么修来的 就是这样修来的 所以请法很重要 不然的话 你看那个道立天的天主 尸体怀孕 为什么要请释迦牟尼佛 到道立天讲经 你看一起 十方一切诸佛 从不同通通来了 没有一尊佛 都不落掉 你看他的福报 有多大事用 太大了 好 好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